各位觀眾歡迎收看金融頻道 今天是2021年的4月24號 我們今天要來跟各位介紹這個木霉菌 跟這個叫做白粉菌 我們今天呢就是要打算呢 將我們培養好的木霉菌 我們之前有教各位這個培養木霉菌 影片連結放右上角給各位參考 將這個木霉菌呢我們準備拿來使用 然後做測試啦 我只能做測試 其實我一直買 我買的木霉菌呢 就是因為我看中它會超激生一些某些菌種 這個特性呢 所以我才想要培養這個木霉菌 木霉菌呢 這個木霉菌呢我們是用咖啡渣培養 我必須要說 使用咖啡渣培養的木霉菌 這個速度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慢 像這個你可能培養到這種程度 大概放了兩個月左右吧 這咖啡渣呢 它的養分呢只能說 可能是因為它養分不夠 如果使用白飯培養的話 速度很快 它就很快就會長 這個菌就爆出來了 那咖啡渣呢 就很慢 當然啦 我們有些人 像我們一般家庭 我們用量不大的人 那你不想要它這麼快速的培養 那你想要慢慢的培養 你就用咖啡渣 咖啡渣我這用的 一半 可能不到一半啦 盆子不到一半的容量 我建議三分之一剛剛好啦 留一點空間給它 生存好不好 三分之一 手邊有木霉菌的話 你就咖啡渣上去 然後木霉菌就灑上去 再放個兩個月 就會像這種情況 那可能有些人沒看過嘛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這個 放了大概兩個月 我只能說大概兩個月 我不曉得時間那裡多久 因為我知道 印象中放很久了啦 等一下呢 我們帶大家去外面看的瓜類 那個小黃瓜的葉子 因為我說過很多瓜類 它的葉子 很容易種這個白粉菌 它就是簡單講 就是被白粉菌給寄生感染 那植物呢 很多植物都會有這種特性 尤其是瓜果類 對 有些果類也會 那白粉這個木霉菌呢 它本身呢 它有可以抄寄生這些菌 那你在使用的時候呢 你如果是 當然一般農家 就直接買一個現成的嘛 然後呢 把它洗成粉末狀 那整個葉面上噴啥 因為它的白粉菌 幾乎都長在這個 植物葉片的表面嘛 那你噴到表面上的時候呢 這個菌呢 就直接去抄寄生白粉菌 就會把這個白粉菌給破壞掉 然後日後呢 會有很長很長很長的時間呢 只要上面還帶有這個 木霉菌的話呢 會有很長的時間呢 它這個 菌啊 白粉菌呢 它沒有辦法再靠近 那有些 你如果要噴農藥的話 就變成要噴殺菌劑 那你要知道有些水果 有些瓜果類 這食物啊 你噴了殺菌劑 你就要等幾天後才能採收 而且簡單講那就是有毒啦 我們在像我阿姨啊 她是種紅棗的 他們呢 每次種完紅棗以後啊 準備要採收錢 她就要7月多的時候呢 那個農會就會派人去啊 去那個農園裡去啊 他們自己派人去喔 而且是隨機喔 她覺得說你這邊可能會噴農藥 她就這邊採一個 那邊採一個 採採採採採 每個角落都跟你採一個 然後呢拿去化驗 看有沒有農藥殘留 真的 就是這樣 所以呢 你不要想說 你以為你噴農藥 就不會有農藥殘留 別傻了 你先想看 像我們阿姨她們在種紅棗的人啊 她都是 反正人家規定準備要採收 要驗的時候 就是不噴了啦 那之後就不能再噴了 因為你如果再噴 因為我們拿到 一旦拿到那個證書 上面如果假設驗沒有農藥 驗無毒 我們只能說 農藥驗不出來 不代表她沒噴農藥 農藥驗不出來 那你如果給人家看這個 然後之後呢 又被別人驗出有農藥的話 你就慘了 會被人家罵死 我們現在呢 就把這個 打開來 帶大家來看一下這個 木霉菌的狀況 好 現在呢 我們現在眼前看到呢 這是放了 使用咖啡渣 培養 我覺得 我估計大概是兩個月啦 兩個月後的一個生長狀況 就是這個樣子 正常來講呢 木霉菌呢 它應該要是 長出來應該會有綠色的 因為我們這樣子看起來都是菌絲 你看不出來 看一下這個 看得到嗎 這邊這邊這邊 換這個位置 換這邊 從這邊旁邊看 有沒有這邊 綠色的 這就是屬於比較正常的 當然呢 我們這樣子 我在猜啊 可能是 可能培養的濕度的關係吧 剛剛這個濕度呢 比較適合 長這個菌絲 然後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木霉菌的菌絲 當然 你如果 可能 我是不曉得 或許說可能濕度 需要下降一點 它就會適合長這個 綠色的 其實木霉菌 它應該是屬於綠色的啦 那我們現在先蓋回去 我們帶大家去看一下 這個 白粉菌的狀況 好 我們現在呢 帶各位來看一下這個 我身後的這個 這個是小黃瓜 那我呢 等一下呢 準備打算將這個 我們培養好的這個 木霉菌呢 掛在這邊 我之前呢 有教各位 怎麼去掛這個 木霉菌 影片連結 我們也放右上角 給各位參考 那我們這次呢 也是一樣 用掛的試試看 當然呢 如果說你的 你的菌 你買的是直接現成的菌 你就直接洗洗洗洗 直接噴在這個葉子表面上 是OK的啦 那這個距離 你可能看不清楚 到底上面是什麼變化呢 我們把距離拉近 也帶各位來看一下 好 我們現在來看到呢 這個是小黃瓜的葉子 它通常的小黃瓜很神奇 它新長的葉子呢 比較不容易種這個白粉菌 你看這上面葉子 有點白白的 這個比較嚴重 這叫白粉菌 那市面上的說法呢 也叫做白粉病 它是被一個白粉菌呢 給造成寄生破壞 然後造成這葉面呢 沒有辦法正常形光合作用 就造成了 那有些人呢 就會叫你噴什麼殺菌劑啦 我是不建議噴那種化學農藥 那如果我們有天然的方法呢 我們就盡量使用天然的方法 但是我說過 我玩這個木霉菌呢 也是這一年才開始玩 然後呢 我也想測試過 到底對這個白粉菌的效果怎麼樣 要測試過才知道 因為我們並不是 像它專業的人士 他們有一個專業的場所 然後整皮丟下去做試驗 我們沒有嘛 那我們現在是要做試試看 說我們的方式有沒有效 那我先帶各位來看一下 這個葉子吧 長什麼樣子 我們來看一下 很多葉子都是 給各位看一下 你看到這個白色的部分呢 就是白粉菌 好 讓大家知道一下就好 那我們現在呢 就是 先 退後 好吧 我們先退後 那我去拿個網帶 然後呢 等一下呢 我們把這個 木霉菌呢 放到網帶裡面去 然後我們用掛的 調掛的方式 來處理 我先去拿 準備一下 OK 我準備好了一個網子 這裡面呢 之前放了什麼 我不知道 是白薑菌還是木霉菌 欸 管他的啦 隨便啦 呵呵呵 不管什麼菌都無所謂 基本上都是液菌 好不好 那我先 我先把這個 我們培養的木霉菌丟丟進去 那我們用這個方式呢 一個好處啦 這個木霉菌呢 它會 在這邊這樣子一直飄散飄散 但是 我們不能保證說 這個效果會 會有效果啦 所以我們要做實驗 我們呢 將這個木霉菌呢 掉到 我的右手邊 然後呢 那個左手邊 我就不要做 然後呢 這樣子呢 我們才有辦法做比較嘛 而且 剛剛我們這樣看過來 這邊比較嚴重 右手邊比較嚴重 那我們放的時候呢 就是 盡量掛在 太陽 沒有辦法直接曬到的位置 盡量啦 反正你不可能 絕對嘛 做到百分之百 我們就盡量就好了 盡量 像釣掛風吹得到上面嗎 還是要再掛上面一點 掛高一點 掛高一點好了 掛這個位置 OK 很近嘛 那日後呢 這個菌呢 它會隨著風飄散 它如果這個菌 只要有 有一個白粉菌 木霉菌 寄生 到這個白粉菌上 理論上 我們講說理論上 它就是這方面的白粉菌呢 就自然會慢慢的被 這個木霉菌 擴散擴散擴散 但是如果它擴散的速度不夠快的話 那麼 這個 這個葉子呢 可能它會先枯老 老化掉 還沒擴散完成 它就老化掉 不過沒關係啦 至少它這個 木霉菌呢 可能會落在這個 這個菁葉上面 然後呢 讓菁葉有一個保護效果 日後呢 它就有可能 就不容易被白粉菌感染 當然也有一些老一輩的 它是什麼做法呢 它這個比較嚴重的 這個老葉嘛 它就不要了 它就直接拿個剪 然後把它剪掉 丟掉 燒掉 不然這個白粉菌飄出來了 再飄回來 它還是會感染 當然我們是先做測試說 把木霉菌放在這邊 試試看 看看能不能讓這附近的這個 葉片 盡量不要被感染 我們說盡量 如果達到一個效果的話 那我們就用天然的方法 就OK啦 搞定了嘛 我們幹嘛一直噴那個 殺菌劑 殺種劑 不累啊 我是說過 我們用這個方法釣過 它這個菌 一直維持在這邊 它會維持1到3個月 甚至可能更久 只要 只要它下雨噴濕的時候 它跟你這個菌 就還會在滋生 因為我們給它的這個戒指 是有養分的戒指 那只要它的濕度夠的時候 它就還會再滋生爆發 滋生爆發 就一直這樣子 不斷的重複這樣子 動作 就可以 讓它維持很久很久很久 那你剛剛呢 是不是看到上面還有一些白將菌在上面 可能 我猜是白將菌 那白將菌 理論上它還有一個效果 它只要 你看它還有白白的 就表示上面還有菌種在上面 當下雨天的時候 濕度夠的時候 碰到水濕的話 它就還會繼續爆發爆發 不過我們現在跟它 跟木霉菌放在一起 那剛剛我們影片前面有 有跟各位介紹 那影片連結放右上角 木霉菌跟白將菌 如果兩個靠在一起的時候 通常白將菌會變得 因為木霉菌比較強勢 白將菌有可能會被它超激生 會有這種問題 最後可能白將菌會被消滅掉 那只剩下木霉菌存在這 那沒關係啦 我們木霉菌放在這邊 我們這邊的用處就是 讓它這個葉片 可以去超激生 這個葉片上的白粉菌 再來呢 我們在之前 也曾經跟各位介紹過 這個小黃瓢蟲 影片連結放右上角給我參考 剛好 又有看到 我帶各位來看一下 那在看之前 我先跟各位講 這黃瓢蟲它是 專門吃白粉菌 它吃菌類長大的 專門吃菌類 當然它也會吃花粉 但它比較喜歡吃菌類 我認識一些瓢蟲裡頭 就是黃瓢蟲 它是屬於實質性的 吃菌類的 它不是吃 吃 吃 動物的 不是吃昆蟲的 不是吃牙蟲的 很有趣 我們把巨大鏡 帶各位來看一下 因為我們現在用的是廣角鏡頭 我沒有帶到微鏡鏡頭過來看 所以我們就將就一點一下 你看 這裡有沒有一隻黃瓢蟲 在這邊 給你比一下 這種黃瓢蟲的體積都不大 小小的 它呢 你看它在這個白粉菌的上面 在幹嘛 它現在看起來是在停在這裡 也沒動作 那它就是專門在吃這個白粉菌 但是白粉菌生長的速度 遠大於這個黃瓢蟲生長的速度 所以黃瓢蟲也沒有辦法說 很有效率的把這個白粉菌吃光光 沒有辦法 如果有的話 我就是推薦使用這個黃瓢蟲來吃就好 那我們今天就是帶各位來介紹這個 莫眉菌 退後一下 退後一點 主要是帶各位來看一下這個莫眉菌 我們把莫眉菌就放在這個位置 有沒有 這裡 到時候呢 看它能不能把這個菌 那時候擴散 吹出來 吹出來 然後讓這個白粉菌的這些葉片 能夠 讓莫眉菌超激生 然後把這個白粉菌 順利解決 今天我們影片就介紹到這邊 感謝收看 再會